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雨湿的 提醒你出门要记得席带雨具了 那么风陌雨气通过之后呢 东北季风会增强 也会带来一些北方的凉空气 所以北部地区在明天的气温 会稍稍的下滑转凉 只是因为冷空气的强度 并不是这么的明显 所以啊这个中暖部地区 还是持续相当温暖的天气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周休假期风陌雨气 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所以啊现在看起来 周末的天气状况会逐渐的好转 甚至到了礼拜天 又会回到有阳光 而且非常温暖的好天气了 所以特别提醒你啊 周末假期天气正要转好了 大家可以放心的 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了 只是呢这样子 天气稳定的情况之下 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持续都会比较差一点点哦 所以特别提醒敏感族群外出 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好我们先来看下卫星云图哦 今天就是受到风眠云气 逐渐的通过台湾的影响 全台各地几乎都有降下一些雨势 而目前看起来 刚刚提过了封面 会持续影响台湾到明天的上半天 明天的下半天 才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不过呢远离台湾之后 东北季风增强 索亚降雨的范围 会有原本的全台湾 这个缩小到呢 只剩下东北季风 迎封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而接下来呢 礼拜六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天气好转 但是呢下个礼拜二 又有一波新的封面云气 要通过台湾来 所以整体来说啊 未来这段时间 真的是没两到三天 就有一波天气系统 要影响台湾 春天的天气变化 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大 提醒您要持续更新 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好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温度的部分了 刚刚提过了 其实呢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 但是呢其实看到 主要的冷空气 其实都集中在高纬度地区 南下的幅度并不大 所以虽然说呢 明天的气温会稍稍的下滑转量 但是并不是非常冷的 冷空气南下哦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过于的担心 预计呢 只有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会感觉稍微的凉一点点而已 但是呢 这个中午的高温 其实也都还有20度以上 所以并不至于到非常冷 只是稍微斩量一点点而已哦 好再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了 明天呢 依旧是上半天 受到封面雨漆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一些雨势 不过到了下半天呢 封面雨漆通过之后 中南部地区的雨势 就会逐渐的缓和体现下来 就只剩下东北季风 封面的北部东部地区一些零星降雨 可以看到到了礼拜六 依旧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呢 在大台北都会地区 基隆北海岸 东部地区 还有山区 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 不过于是都正在趋缓当中 到了礼拜天 下个礼拜一左右呢 全台各地就会回到 有阳光 而且相当温暖的好天气了 只是刚刚提醒您了 下个礼拜二 又有一波新的 封面雨漆报道 提醒您要注意了 来看一下 这个北部地区呢 明后两天 一直到礼拜六的白天 这段时间呢 依旧是会有一些降雨的 不过礼拜六的晚上开始 雨漆就会明显的缓和下来 到了礼拜天 下个礼拜一 预计都是有阳光露脸 而且气温也是相当温暖 25度高温的好天气 只是下礼拜二 又有一波新的封面报道 而且现在看起来 降雨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更加剧烈一点点 好 南部地区呢 同样的 也是哦 这个明天呢 封面雨漆通过之后 就会逐渐的回暖转情了 而这样稳定的天气呢 持续到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二 也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开始出现一些雨势 所以整体来说啊 未来这段时间呢 春天天气系统变化很快 每两三天 就一波封面雨漆通过 提醒您要持续更新 最新的气象资讯 以免呢 这个穿梭衣服 或者是忘记带雨伞 变成罗塘期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